HELLO 大家好,我是LIAN 阿道夫,YO! 今天呢,我帶阿道夫要來增強他的魅力 上次已經帶你增強一塊魅力了 今天要讓你魅力提升到百分之百 有聽過費洛蒙嗎? 費洛蒙有啊 今天我就是要帶你來情趣用品店 買一罐費洛蒙香水 增強你的個人魅力 重點是你的最愛來了 我要讓你直接在路上實測 我沒有噴費洛蒙 跟你有噴費洛蒙 到底女孩會喜歡哪一種 哪樣子的男生 哪樣子的味道 才會吸引女生的喜歡 哇,你真是太照顧我了 今天這種主題找我來就對了 我就是知道這種主題只能找你 我才把鬼面丟在一邊 他的魅力拿到我前面看我的 我今天非常看好你 你這樣子還沒噴 我就覺得女生已經完全 沉浮在你的身上了 已經完全被我所吸引了 對啊,那我們先進去看一下 費洛蒙香水 我自己沒有買過 欸,我先跟你講一個重點 今天這個不是業配 單純是給你一個好康的 我的那個福利嗎 這只是給你的福利 絕對不是業配 所以你待會進去 看好我們要買的東西就好 不要去看其他的東西 哇,第一次進來 第一次進來感覺好害羞 你也會害羞喔 對啊 你不是常來嗎 我昨天還有會員卡 沒有啦 你常來買什麼 買香皂啊 真的嗎 對啊 他們的香皂好用嗎 洗面乳啊 喔,真的喔 對啊 你這麼單純 對啊 相信你一次 走,我們先去看費洛蒙 走啊 走走走 阿道夫 費洛蒙香水在這裡 你怎麼那麼了解 你是有來過是不是 呃,沒有 我有先來探路喔 你有買過 沒有,我沒噴過 難怪你都噴過 真的沒噴過 欸,不好意思 那個可以看嗎 費洛蒙香水 可以啊 兩罐有差別嗎 對 這一罐的話是女用的 那這一罐的話是男用的 阿道夫 你要噴女用的還是男用的 它的功能差在哪裡啊 一個是吸女生 一個是吸男生 我當然是吸女生啊 那菲羅蒙激素會誘導 並且激活下秋鬧 那會改變身體情緒 還有性行為 有關的荷爾蒙系統 讓你放鬆情緒 感到安全 還有幸福的喜悅感 它會讓你就是變得更有吸引力 全程我只有注意到 女店員的聲音很好聽 那就 買這罐了 對啊 謝謝 東西都買了 趕快去試用看看 欸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欸 看起來好像不錯耶 欸 欸 我們哪個角落這裡噴啊 旁邊冷很多 害羞 哇 金光閃閃欸 哇 光魂就會硬啊 哇整個讓女生聞起來 磁性激素整個脹起來 蓋子拿著我先幫你噴 效果好一點啊 好了好了 來收起來收起來 欸我不能靠你太近 這樣子我也會沾到 這樣子等一下我們兩個不分上一下 今天就是要跟你阿道夫一絕實戰 走啊 走 阿道夫你先隨機隨便找一個女生 發現獵物 有男朋友咧 還是記得來用一下有沒有關係 真的喔 這樣 對啊 走走走 哈囉 瞎姐 我們可以做一個簡單的訪問嗎 你沒有去我們用一下有關係嗎 嗯 直接問啊 我們是做一個街頭實測就是 我有噴那個費洛蒙香水 他沒有噴 那你覺得我們兩個人誰比較有魅力 我這樣聞不到 那你聞這邊好了 剛才這位小姐已經聞完我們身上的味道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個最殘酷的選擇了 你有信心嗎 當然是我贏啊 他會講什麼信心啊 可是我覺得鹽子的話 越勝一籌 我覺得鹽子的話是你 可是味道的話 我覺得你比較傷我投你一票 看見沒有 香水加飲 哇 就因為這樣子 真的嗎 你吃東西你也知道要挑香的吃嗎 你要挑臭的先吃嗎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 可以街頭訪問一下嗎 可以 好 那我們去旁邊一點點好了 這裡好像 有點尷尬 如果說 以我們兩個的外型 第一印象的話 你們覺得 誰比較有吸引力 321 然後你們一起比 看你們覺得是誰 321 欸這兩隻是我嗎 對 這個是他 欸你屁好比較不一樣嗎 他喜歡那種神秘感 接下來第二個是 因為我們身上有不一樣的味道 他身上有噴了 費洛蒙的香水 我們想要知道 女生對於香味會不會有加分 你們先聞他身上的味道 然後再聞我身上的味道 然後再重新選擇一次 好 那你們先聞他味道好了 沒關係 你們要聞哪裡都可以好不好 他身上都有噴 沒有他全身都有噴 要聞哪裡都可以 你們摸了手就好了 摸了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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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聞味道 因為我沒有噴 你們的評分有變嗎 就是因為味道你們會選擇誰 321 你剛才原本選我 然後因為香味 你就會轉變成他就對了 對 蠻喜歡的 味道會讓你喜歡他 欸 你還是一樣支持我 來握個手 謝謝 他還是選擇你 剛才在學生區的這個部分啊 果然顏值真的戰勝一切 可是味道終究 贏不過阿道夫啊 怎麼現在的人 都這麼挑味道啊 看來待會影片結束 我也要買一罐了 有獵物 我可以簡單的訪問你們兩個嗎 可以 就是我們現在在做一個 算是個人魅力的評比 然後就是會有分第一印象跟第二印象 那第一印象的話就是外在的顏值 第二印象的話就是身上的味道 如果以第一印象你看到我們兩個的話 你們會選誰 3 2 1 所以顏值上我是贏的 他身上有噴了費洛蒙的香水 要看看女生對於味道會不會有加分的效果 有了嗎 我的話你們紋手就可以了 嗯 如果以他身上的味道跟我是沒有味道的 再給你們選擇一次 3 2 2 1 欸 奇怪 欸 我說真的 不是效果 味道真的會影響你們選擇嗎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真的會 另一半也會 就是 可以沒味道 可是如果有那種臭臭味道不能接受 所以我剛才手上有臭臭味道嗎 沒有 是逼起來嗎 喔 欸 真的味道都是你取證耶 當然 非常謝謝你們 剛才很多人拒絕我們 對 9點飛機到現在是1點半 快點 最後一組 在那邊 我問問看 不好意思 請問可以做街頭訪問嗎 呃 可以嗎 嗯 不是色情的 不要嚇人家 看到我們兩個人的第一印象 你們覺得誰比較有吸引力 等一下我補充一下 就是以顏值來說的話 誰比較有吸引力 他吧 他戴面具耶 這邊是他吧 顏值 我們兩個 平噴秋色 握手一下 我覺得你非常有眼光 欸 香香的耶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身上有噴香水 那你覺得 如果有噴香水 跟沒有噴香水的話 會不會改變你們兩個的決定 我全身都有噴 那你們要聞哪裡都可以 喔 嗯 這樣是怎樣 還是要聞一下 我要靠過來 喔 還蠻好聞的耶 味道是一樣的嗎 喔 蠻好聞的 我的比較特別來 沒有沒有噴 他沒有噴 如果有噴香水 你們會選擇誰 我不喜歡噴香水的男生耶 所以你要選你 你要換選我嗎 喔 應該是有噴香水 而且會不會有品味的 欸 怎麼會相反啊 馬上相反 結果怎麼辦 蛤 那今天就平手了耶 我們兩個平手 對啊 欸我有一個想法 一個人就帶一個 不錯喔 蛤 不錯喔 走了走了嗎 對啊 好謝謝你們 喔謝謝 謝謝 好掰掰 加油 欸 好香喔 你要不要聞看 他們的手好香喔 回去三天不要洗手 這才是我們要的味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 我們兩個的PK活動 街頭企劃啦 所以說啊 現在的女生啊 除了要求鹽脂以外 也是要求男生身上的香氣啊 一定要射香味去吃 但是 有可能因為香味 也會讓女生感到反感 剛才有其中一個就是這樣子 所以 絕對 不可能是絕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才做一個街頭實測給大家看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 阿道夫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連我都愛上耶 沒有錯 跟我保持距離